紐西蘭非常非常乾燥 所以你一定要帶足夠的水不然你會乾 紐西蘭非常乾燥 所以你一定要帶足夠的水不然你會乾掉 在紐西蘭每一個廁所、洗手台都有熱水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在紐西蘭的每一個洗手台都有熱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洗手洗起來非常舒服就對了 那像是飯店裡面的毛巾也都有加熱 那像是毛 那像是 那像是飯店裡面的毛巾他們都有加熱 那像是飯店裡面的毛巾也都有加熱 那像是 那像是所有的飯店 那像 那像每一個飯店 那每一個飯店的毛巾也都有加熱 那像每一個飯店的毛巾也都有加熱 我猜是可能因為冬天會很冷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那我發現 那我發現 我發現紐西蘭很多 那我發現紐西蘭很多人都喜歡赤腳 在馬路上走路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發現 我發現紐西蘭有很多人喜歡赤腳 在馬路上走路 那如果你在台灣赤腳在馬路上走路 那如果你在台灣赤腳在馬路上走路 你就要準備回家包紮了 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六集 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六集 風景篇 風景篇 生活 這是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六集 生活篇 那我們下一篇是景點篇 這是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六集 生活篇 那我們下一篇是景點篇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